中文字幕志愿者 欢迎收听陈慧制作主持的今天 欢迎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 现在是早上时间的九点零九分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要非常高兴的为大家介绍 我们请来了两位现场的来宾 那么一位呢是我们听众也比较熟悉的 那就是从事过导演工作 赵斌在今天有空到我们的现场 您好赵斌 你好陈会台长 还有中国广播网的这个听众大家好 其实大家很熟悉我了 我在这工作过很长时间了 我的播音的名字叫北辰 对了我都忘了老了 好北辰 你的声音啊 我倒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很熟 今天呢我想北辰呢 特别问我们我还叫你赵斌吧 因为跟你的本职工作有关系 赵斌呢在最近呢完成了几个系列的故事 那么其中有一个也是他第一个 那么我相信如果是我的朋友的话 也在我的微信上看到了 他最近完成了几部跟移民生活有关的 那么第一部 这个片名呢叫救赎 我想请他自己先来介绍一下 好不好 赵斌你先谈谈 你怎么会想要拍移民生活 因为这个故事 就是有关移民的人 写的也很多 出书的也很多 那么也有人拍过电影 好像以前有一部电影叫秋天的童话 也是讲的是跟移民有关 好像是周润发跟谁拍的 我还记得 那这个这个其实话说出来 这个突然怎么有这个想法哈 也我也蛮 我也蛮奇怪 有时候这种想法也不知道 就是从哪儿来 但是呢 我记得 因为你做了移民 发现故事很多 对对对对 其实我刚到台里 你知道我还写过 咱们广播剧的移民故事 对对对 那当然那个时候是比较浅一点了 对对移民就是感受不是很大 那么呢 其实我在08年09年的时候 我拍过一个纪录片 叫十万八千里 对拍回国内拍的 这个片子后来呢 在三年前 大概放在了国内的一个网站上 叫优酷 那么呢 今年去年的年底 有朋友想看我这个片子 我说那你到优酷上去搜吧 结果他一搜 他说哇 你这个点击率很高啊 后来我就一看 点击率很高 你赚到钱没啊 就是啊 你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说起来就 就就就就比较 就比较悲催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做我这个项目 我在找点投资啊 对对对 这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很懂行的说 其实这些点击率可以被网站所控制的 哦 哦 我说哎 我说他不是一个自然形成 他说他想让你自然形成就自然形成 他不想让你自然形成 他也可以控制 是是是 他说这个东西不真实 这个东西完全有时候是 是那种商业箱子 商业上可以去运作 他想要去去捞广告的时候 他就拼命点击他 对对对 他就可以让他让他上升 所以呢 如果他不想让你拿版权费的时候 对对对 他就跟你降下来 哎 这个事情在我身上应验了 因为 你还可曾没想过 对我 我没想过 我以为这都是自然形成 电脑嘛 大家都觉得是其实人家后面啥这种操作了 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 哎 他们一看 哦哇 大概是已经有 呃 一千多万的点击率 一千多万 你一毛钱也没拿到 对我一毛钱没拿到 给我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因为这个也不是我放的 我也不知道谁放上去的 所以我就没管他 三四年过去就过去了 对对对 后来我也很惊讶 嗯 但是这个事情 我倒觉得我对广告的这个思索不是很大 我拿了一一毛钱两毛钱 这个说不到 我就说哎 为什么这个片子 其实纪录片大家不太愿意看 因为他不像电影电视剧啊 这个故事性戏剧性那么强烈 是 是吧 哎 一个高潮推一个高潮 一个戏剧的矛盾 解决一个戏剧的矛盾 一个人物的命运 一个人物的命运 哎 很好看 对 纪录片 他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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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是生活中的琐事 一般来说不好看 是 为什么有那么高的点击率 嗯 后来我发现可能有两个原因 嗯 一个是呢 呃 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不说来知道 其实国内现在对媒体的控制 呃 很严格的 对 就是说大家只能听人民的中央台啊 看人民日报啊 还是以他为标准 新华社呀 大家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我相信 我我发现 年轻人啊 还有很多人其实想知道真相 嗯 总是要知道真相 对吧 尤其想知道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 是真相就怎么回事 所以现在看来啊 在国内很多很多观众和听众都在看即时性的东西 哎 大家通过 不需要电影 不需要有包装的 哎 对 不需要有太创造 对 所以呢 他想知道一点点真实情况 这就是他其实想了解真实情况和真实新闻的呃一点点 尤其是真实的事件 事件的哎 一点渠道 就是我能了解一点就了解一点 哎 我我该听你听你 但是我想了解真实的 他大概是都通过即时的节目 所以纪录片呢 哎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啊 我才发现可能是这么一个原因 另外呢 还有呢 现在都知道大家这种自媒体通信都非常的方便 尤其是手机啊 你点击就可以就可以看了 从网上下载到手机上 大家都看 而且而且手机还可以拍电影 还可以拍电影 对再加上呢 现在这个WiFi呢 到处都有 是 看视频的这个成本很低 嗯 在大陆 中国大陆大概是你呃 人民币大概是几十块钱就可以一个套餐 你就可以随时上网看 而且现在大陆已经到四季了 我们现在还三季呢 嗯 它速度很快 现在大陆在这方面进步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通勤时间又很长啊 有时候半个小时20分钟40分钟 又很挤地铁的公车里面都很挤 干什么 说那个时候要看书 我觉得有点装 哎 大家每人拿一个手机都在看自己选择的视频 哎 把这段难熬的时光过去 要么从家里下载到这个手机上 要么从办公室里先下载好 然后就是在路上看 所以呢 大家 我觉得有这两个因素 促使这个计时性的节目 哎 马上有了很大的市场 我还是蛮喜欢 因为我一直在做纪录片 啊 计时性的 哎 我比较愿意 把计时的东西当做真的 当然计时性的东西 有的时候也容易拍着拍着 也拍假了 所以我们最好 也会吗 当然会 哎 由于你的选材 或者你的整个一个感觉 他也容易拍假 哎 你看着你挺拍计时的 其实你一解可能 可能假了 大家都觉得这个不是这个人物了 哎 不是这么回事了 或者说呢 你深入不到这个人物的内心里去 对 哎 那么鲁耀也拉这次 我为啥说要拍 你刚才问 为啥要拍 哎呦 拍救赎 对 而且就是你的第一部电影 对对对 我还以为是一个 有点宗教的 不过这还是跟宗教有关 有关 但是故事呢 我先说一下 好 我某一感觉以为是一个 就是劝人信教的故事 就是只看这两个字 可是当我点下去 看下去之后呢 我才发现 呃 他不是一个宗教的故事 他是一个 一个人在改换环境的时候 他碰到了一个 完全跟原来生活的环境 不一样的一个故事 但是呢 虽然他最终 他是经由一个精神方面的救赎 为自己寻找了一个 在宗教上的依归 但是呢 这是属于一种自发性 一种自发性的追寻 那么这当中呢 当然也包括了 卢燕自己在生活上的一个提升跟改变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故事呢 在最终 我就很想要 请我们的导演来谈一谈啊 就是说 你你怎么找到卢燕讲这个故事 第二个就是 你怎么样突破了卢燕的心房 对不对 然后最终让我们的观众 怎么讲 应该是说 让我们的观众感觉到 他并不是看到一个传教的故事 而是看到一个人 在追寻他的生活 尤其在中年之后 他追寻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呢 从一个物质生活上的追寻到 最终他追寻到属于自己 精神上的一个救赎 这才会有一个宗教的一个皈依 不管你是属于哪一个宗教的皈依 这才是我今天呢 想请你们两位来跟我们谈一谈 那么下面呢 我就不多问了 我让赵斌先把这个故事 跟卢燕的这一段 这个怎么认识的这个缘分 先来问我们介绍一下 好吧 那是这样的 原来呢 这个我给这个 教生的老牧师很熟 你记得我在10年排那个话剧的时候 就是Q.O.Silo的时候 就是老牧师这个帮助我在他那个 绞生免费让我用排练场地一个月 所以我就给他很熟 那么呢 后来呢 我就听说他们自己有一个 这个radio的一个office 他们经常会拍一些他们的这个东西 后来我他见了面以后 我说我在拍这个移民 他说你能不能够拍见证 其实他们在他们这个基督教里面叫见证 就是一个人的经历要面对着上帝 面对着神 然后他来诉说自己 真实的诉说自己的整个一个经历 其实呢 他觉得这是一种对上帝的一种 忠诚 对上帝的一种信任 然后呢 想得到上帝的祝福 这是他们基督教的一个 一个精神上的这么一个 心灵的过程 心灵的过程 对 那么 后来老牧师就把我介绍给了他们那个教会 他们那个教会 后来他们的长老就给我介绍了他的故事 哎呀 我一听 哎呀 这就这就这就是太感人的一个故事了 我自己本身一听我就觉得他这个故事就带有 就是你不编他带有很强的戏剧性 对吧 就是我们要说那个戏剧性 那么其实我觉得台长你刚才真的是 看到了我要拍的那个主题 其实我要拍鲁燕的精神上的自我救赎 哎 那么肉体和精神 其实我们要是在谈一些这个文化方面来说 他其实是分开的 哎 人的精神救赎 他其实是找到了一个救赎的一个 啊 一个彼岸 那这个彼岸其实就是基督教或者说就是神 哎 那么找到这个东西或者像你刚才说的 你无论找到一个什么东西 而且你能把让让让自己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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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起来 重新哎 重新哎 重新重新重生哎 有一个新的我 这都觉得这都是一个精神上的呃 一个一个一个胜利 我觉得在做人上面啊 尤其是在尤其是在人格方面 哎 我觉得非常是了不起 哎 他也能面对我的镜头 呃 如实的来讲述他整个一个嗯 救赎的过程 哎 哎 我觉得呃 是蛮好的 所以我也愿意来记来来来来 来记录他 所以也把他作为我的整个一个2017中国移民报告 纪录片系列的第一步 哎 呃 那么其实这个事情当我放到网上以后 哎呀 一个小时以后就有人反馈 说你看你本来是一个劝我们去教会的 你还打着什么阵移民还以真有人这样说 对啊 我我心想哎 作品出来以后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同了 对啊 我也没有必要去给别人去理论这些事情 反正你能看看什么就看到什么了 就这样每个人都不同了 对啊 大概是这样 我才能够呃 找到他 然后就跟着他拍拍了好几天 对 而且还有一天特别有意思 我本来跟他约好的去拍那个早上的那个小孩哈 我们俩本来是约的是他是六点上班 我说六点钟在门口等你 那么我五点五十就会到那里 结果头天我订那个闹钟哈 哎 他没想 上帝叫你不要拍 不要去床 结果没有想 等我一醒来又已经七点了 我就马上给鲁家打电话 我说对不起 他不用想 然后我们又约了第二天 那我们就 我又接着去 我说这次我简单简单 他到底为什么没想 大概是大概讲我跟了他好几天 他的他的所有的工作呀生活呀 以及他们的教会的那些组织啊 我都要去参加 同时我要熟悉他们 同时呢 我也进一步的了解了基督教 所以我也知道了他们内心的那个过程 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 转变的力量在哪里 这个东西我必须得找到 找不到的话我抓不住那个点 对吧 那个片子呢 你就你就你就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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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支撑 所以我觉得我也去跟他们一块去查圣经啊 查经啊 参加他们小组活动好多次 也去他们长老的那个地方也去 我自己回家也看圣经 这样呢 其实我也愿意了解基督徒 基督教 我也愿意了解圣经啊 所以这也是 其实我在拍他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一个提高和学习的一个一个过程 一次这样的 是这样 所以 因为老牧师的关系 你听到了卢燕的故事 对 那么 在你第一次问卢燕说 我要拍这个即时电影的时候 卢燕的反应是什么 是说OK 很爽快 还是说他有也有一个心灵上的挣扎 我我觉得他是有点点挣扎的 我觉得哎 因为我们导演有的时候 尤其拍纪录片导演 呃 他涉及到一些隐私的 因为你是纪录片嘛 你真是走到他的生活当中 走到他家里去了 一般家都不让外人进的 对吧 一关门 对这个家的概念 那么你走进家里面 你总是有一点隐私的 所以呢 我们纪录片导演的工作 要有一点点方法的 要逐步的去接触 慢慢的去 尤其你在去 尤其是在采访上 你问问题 你都不可能一下子就都问了 那个那个 一定要抽丝拨截 一定要慢慢的 对 然后呢 慢慢的让他的那点 那点 可能最关键的东西 怎么你能觉得他能够说得出来 有时候可能还一次不行 第二次 那么在他在说 他那段经历的时候 可以说我们也是第二次说的 因为当时说着说着 在吃饭 他接电话 就断了 一断 有的时候这个情绪就跟不上 那就得还得重新开始 所以这个纪录片的素材很多 是 要怎么捡到 捡到那个情绪会人惯 而且 我工作量最大的就是 把一个人物拍完了以后 你比如说他这个 五六个小时的素材 我要把他所有的话 全部用文字记下来 我要一遍一遍听啊 全部记下来 我要根据那个文字 来整个一个结构 这个片子 要不你结构不起来 这个工作量是很大 我得一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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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下来 全部记下来 就寄成个文稿 我根据文稿来调 我哪个地方需要加我的字幕 哪个地方需要加我的话 哪个地方需要他 哪个故事需要 哪句话需要往前提 或什么的 平时说的很乱的 很杂的 你想你今天说一件 明天说一件事 今天说一件事 说的是很杂很杂的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组织起来 不幸好你是一个导演 如果你不是导演 我肯定这个片子是剪不出来 因为就像刚才赵斌说的 就是说你不但要把这个文字 随着他的情绪的变化 把它剪成很顺 而且还有表情呢 这个你要我来剪 我就肯定不行 那所以说你说那个信号 是个导演 那也都不行 我就是个导演 这就是我干这个事 用词上就有问题 信号就是个导演 信号不是我来做 用我来做 我只能做声音 我绝对做不到事情 那么我在想 就像您刚才说的 就是中间有个关键性的 讲到那一段 我也很注意在看 因为我在看之前 我没有问赵斌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就是拿着手机在看 然后呢 看着看着 我就很专心在想 你要说那一段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 你会不会说出来 就那几秒钟的时候 我就在想 所以呢 我想赵斌 先你来讲 然后我们就要介绍 卢燕自己来谈 好吗 那这个呢 一开始呢 我在 这个故事你一开始就知道了 对对对 故事我一开始就知道 就是你 那他说的时候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环境下 什么感觉下 应该说我都有思想了 因为这个事情 还是 我相信 每次提到这个事情 我相信 鲁尔可能是 有神在保佑他 祝福他 他好像是会有解脱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社会还是世俗的社会 对 这就是我的 百分之八九十 还不是基督徒 是吧 百分之一百的人 对 可能都还有世俗 都很绕过 绕过他 对 或者都有世俗那一面 都会对这个事情有的世俗的看法 对 有的世俗的看法 其实他还生活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面 这个生活里面 不可能不受一点点刺激啊 或者有别的一些看法呀 所以我觉得我认为就是鲁尔其实在这个方面 一旦谈到这个事情 其实他内心还是 还是 很纠结的 不是 还是有一点点痛 这点 这点我能感觉到 我作为导演 我跟他在一起的 我都能感觉到 我就他就说完以后 我也能感觉到 那么 你们难道没有想过说把他绕过去吗 给他用一段什么视频 风啊 雨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 你觉得一定要把他赤裸裸的 我觉得鲁尔只要有这个勇气 我就给他这个勇气 我就让世人看到他这个勇气 这也是这个片子的力量 我觉得 无论可能大家觉得 你这不是一个教会宣传片吗 对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他自我战胜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宣言 像世人的一个宣言 很不容易 他也很感动我 当然我剪片的时候 我已经很理性了 我已经不会对他 他这个东西不会对我多么多么感动 我仅仅说 我尤其是在拍那个 我给他们教会也说 我尤其去拍那个十字架的时候 我拍了多少遍十字架 我就到处找十字架 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那个镜头 上面是白云 那一天正好是像昨天天气 昨天我在看 因为我们做导演的特别注意天气 他那个那天风很大 那个云在飘 所以我在镜头对着我才我才满意了那个镜头 我拍了大概是几十遍 我都不满意 都觉得这个十字架 他不活 我觉得在这个片子里 这个十字架其实就意味着拯救鲁燕的一个象征的东西 一个活的神 所以那天那个云正好在动 你感觉那个十字架在往前走 我觉得我很满意了 这个镜头 确实用上去以后 他有力量 就他是一种语言 就我们的镜头其实是语言 就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 你这个镜头为什么这样用 你这个表情为什么用 就刚才说的 其实它是一种语言 它都代表到导演想说什么意思 这个人物这一会儿想啥 接下一个镜头 为什么要接下一个镜头 和这一段 就这一段戏和下一段戏 它其实两个段落放在一起 它可能会表达一个意思 其实这里面可能 大概都有导演的这么一个意念在里面 所以说就是你刚才说的 就是说这个简洁 这个表情应该怎么弄 或者节奏上应该怎么弄 尤其是光的明亮上怎么对比 等等等等 或者他为了表达那个情景 你比如他第一天 他很早 冬天 我们当时是二月份拍的 还很冷 所以他早上一大早 要去那个上班的 上班 要去带孩子 带孩子 对对对 那我就故意拍他那个黑暗 那个走路的脚步 那个清冷 对吧 那你一下就把这个人物 你就表现 这个镜头就是个语言 就把这个人物的这种 在美国的这种生活的 这种不义 你就一下就表达出来了 对吧 可能比到去那个 韩国老太太 去做那个护工 可能还能说明问题 当然那个我也是在仔细的 在把他的所有的那个工作都展现出来 才能展现出他这个工作的辛苦 他这个工作的不容易 但是他很多话 其实我在采访的时候 他无意中说的很多话都是都蛮都蛮感动我的 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印象 当然我每次剪片子 我他我都很熟了那片子 一个镜头镜在我手里过 他说 哎我给上帝说了 我说几乎到了再到了美国 就是背着孩子去逃饭 我也不会再做那种事情 我觉得这种自我反思啊 这个这个真是达到了一种彻底性 带有彻底性 这种彻底性有的时候我们很难遇到 这就是你跟人生不妥协 对对对 就是不会再妥协 不会再妥协了 很多人在异乡塌地 总是会会对自己人生妥协 对对对 反正说也没有人 对对对 也不认得我也不认得谁 对对对对 生活都可以得过且过 对对对 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就是你刚才谈让你说的 我可能现在拍拍移民比较有感觉了 因为确实我现在移民接触比较多了 我们大陆多少移民到这里来 这个远离故土啊 也就是你说的也没有人认识我 对吧 我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 有的时候有时候做有些事情 有时候比在国内还要过分 因为国内他还要顾及一下父老乡亲啊 还有些面子啊 或者是什么关系啊 什么的 到这里来有的时候就无所谓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鲁耀的这一点力量 也蛮感染我的 所以我觉得我决定要好好的就拍拍他啊 就是这样的 所以不惜一切地跟着他跑啊 拿这个摄像机 对对对 但是问题是 卢燕愿意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让你来拍 是你说服他的 还是说中间你们也经过一段讨论的过程 然后你的深度要拍到什么地方 这个故事要讲到哪里 是不是也事前都有经过研究 这个事情我觉得让鲁耀说比较好 因为鲁耀这个经历啊 他比较时间比较长 比较丰富了 其实鲁耀说比较好 对 那我们来听鲁耀好不好 对 大家我想听 我想听众也等得有点 我就要慢慢地再把它带出来 对对对 其实要说赵斌要他那个拍这个视频的时候 在这之前呢 其实我我是一个基督徒 以我基督徒的这个立场来讲 因为我这个事情是上帝 就是帮助我从这个困难中走出来 就是上帝不会就是这样 就把我这个事情就销声匿迹 不再去传扬了 我这样被拯救的 然后呢 我也相信神还会要继续地 用我这个见证来拯救更多的人 所以赵斌找我谈的时候呢 其实我已经有事想准备 我但是不知道是赵斌要来做 因为这期之前呢 就是我们的牧师已经跟我讲过 加州有人要做这个事情 就是要做视频 但是我一直没有听到消息 我想可能时间没到 突然赵斌找我的时候 我就想哦 我感谢神 当时我跟他说第一句话 就是感谢神 可能时间到了 神要用这个见证 但是就是像刚才你们谈的 就是说 把我自己完全的一个内心 抛了给世界这个外边的人的时候 把它展示出来 我不是没有挣扎的 但是呢 我知道我必须要说出来 尤其就是最后那两个字 赵斌也说过 不用说的 不用把他们露骨的那个东西拿出来 可是我自己知道 我必须要把那句话说出来 我自己曾经是个什么样的人 做过什么事 我一定要说出来 一是要 就是说 要四人知道 我是一个完全得到拯救的人 就是说 那个事情对我已经没有捆绑了 那个是以前的 我已经不是现在的我 我说出来的意思呢 就是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从 不一定是从我这种事情当中 所有的事情当中 都可以靠着神能够得到释放 得到拯救 这是我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一直在哪里做见证的时候 都是把那两个字一定要说出来 我曾经是一个什么样 做过什么 妓女就是妓女 我说出来 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 但是尤其我不是 我已经改变了 是上帝改变了我 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 大家也能够从 所有的困难当中 靠着上帝 全部都能够走过来的 因为我已经走出来了 并且我也得到了神极大的祝福 所以我就是说 有事想准备了 他问我的时候 我就是尽量都说出来 总是恐怕我这个节目做的 自己没有做好 就是把神的那个 要表达的东西没表达出来 所以我是尽量就是说 尽量都说出来 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上帝 给我这样的机会 我从来没有想过 会有这样的机会 来面对这么多的听众 或者是观众 我知道是神要拯救很多的人 包括就是像我曾经 沦陷到那种场所 那种情况当中的那些人 因为对那种环境 我实在太熟悉了 我知道那里边的人 并不都是坏人 每个人都是一些生活所迫 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暂时先去谋生 赚一点钱 然后自己再从那里边走出来 去做别的行业 可是当真的进入这个行业里边 我还是要跟观众讲 听众讲一下 是那个按摩的场所 当进去的时候呢 进去的时候 刚开始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思想要很大的征战 当真的进去的时候 再出来的时候 也是不容易的 因为那个行业赚钱 实在是太容易了 出来做什么工作 好像都没有办法适应 没有那么轻松 又那么容易赚钱 就像您刚才讲的 反正在美国嘛 谁也不知道我 偷偷赚几年前 然后就回去了 很多人都是这么想 可是当做完以后 自己心里面 是有个良心在这边 这个良心一直谴责我 让我没有办法平安 钱是赚到了 可是我要面对 我自己家里面的亲人 还要面对我自己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 原谅我自己 所以我自己这几年 自己一直在一个 征战里边 天天在打仗 要说我自己 完全的生命改变 是在98年的时候 我完全的失望 我在89年 我是97年来美国的 应该是2009年的时候 我是完全的改变 在10年以后 对对对 97年来美国的时候 是那个时候 我信主的 信了上帝 可是我却不明白上帝 我一点都不明白 只是那时候 来到美国的时候 一个牧师接待我在机场 我接到他家里边 对我非常的好 然后帮助我 找工作 在他家住 我怎么样 我就很感动 在他家里待了一个星期 然后他们就会有受洗的 我当时是为了报恩的原因 觉得他对我这么好 那我受洗可能对他会有什么 功德上有什么积累 我说这个原因 那我就去跟你受洗 受洗完以后 我没有把这事情放在心上 我没有太认真去想这个信仰 等于一来美国的时候 就是因缘机会 就成了基督徒 对就受洗了 就七天 然后我后来 刚才来美国的时候 是因为是讨债 我也跟赵宾讲过 是我家里边 先生做一笔生意 被骗了 然后前台全没了 然后讨债的那个人 后来也找不到了 那没有办法 我们还欠别人的钱 我们俩就出去打工 那我就是说 在受洗之后 出去打工的 我是先信了祖 所以我还不知道耶稣是谁 我都根本分不明白 怎么回事的 然后我们就出去打工 打工以后 经历了很多的波折 后来从 我是到芝加 从加州到芝加哥 然后来到纽约 到纽约以后 我们那时候要还别人的钱 就赶紧赚钱还人 到身上都几乎没有什么钱 那来到纽约以后 我们俩又找不到工作 那就很难 可是后来真的是 也就是长话短说 我就是走到了理发店 去按摩的场所 刚开始不是去为按摩的 是去做理发 是把洗头的 没有想到 其实我在大陆 没有接触过这个 自己也是个老板 从来大陆那个时候 还没有按摩院 应该是没有 97年那个时候 然后到这边那边 我就看到这边有按摩 那我就老板也很喜欢 让我去做这个行业 因为这个也是 为他们赚钱比较多 那就这样 我就进了这个行业 进去以后 那个视频上 你们也看到了 就是那个 赚钱是真的很容易 那在那种情况下 我自己还是两个孩子 放在家里边的情况下 那个小女儿还得吃奶 那个时候来这边 我是跟丈夫来讨债的 我本来是以为能够回去的 可是来了就回不去了 所以我非常的想孩子 就是没有办法 把孩子放在家里边 就是孩子还在中国 在中国 父母帮我看着 连孩子 对 然后呢 就是看到这行业 能赚钱 那就是说 也就偷偷做吧 就像刚才你们讲的 反正也没有人看到我 包括老公都不知道 我偷偷去做吧 做了钱以后 我赚的多 我少给老公一点 那一部分我就不给他 因为他不知道嘛 他以为你怎么会 这么多钱会问我嘛 对不对 所以说我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熬过来 然后把家里的外在 也都还上了 可是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心里边 就是非常的不平安 后来我真的没有 良心谴责 我没有办法隐瞒这个事情 我跟我丈夫讲了 然后丈夫是不能够接受的 但是 就是我们从这以后 开始就是感情就破裂 一点点我们的婚姻 后来就 我们后来是08年 我们就离婚了 我其实很痛心的 赚了一点钱 却撕起了家 然后呢 失去了我很多的东西 我自己没有办法面对 面对别人 也没有办法面对我自己 真的是 2008年的时候 我自己就是 又来到美国 是第二次来美国了 那时候孩子已经申请过来了 你身份办好 是我丈夫他来美国申请我 我是回去了 回去以后又回来的 然后他申请我和孩子又过来的 那这个时候来到这边的时候 我就刚才像照片讲的 我这期 其实这期间已经有几年的时间 我开始寻求我这位上帝 我遇到了很多的艰难 很多的环境临到我 很多的逼迫临到我 让我没办法活下去 那个时候就是常常听到丈夫讲 要把这个事 要杀了我 杀了我的女儿 然后他也自杀 就是全家人都不想活了 可是后来就是 然后他又讲 所以把这事情跟我的亲人讲 我的父母 弟兄姐妹 妹妹 还有这个我的所有的亲戚同学 我一想到这事情 我就怕得不得了 因为这样 我在中国没有办法活下去了 我没有想到 如果这个事情 要被大家知道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 我死都没有关系 可是我还有两个小的女儿 没有长大 这是我最牵挂 但是后来我就跟丈夫讲了 他又把我们申请过来了 我们就来到了美国 来到美国 就像我刚才跟那个赵兵 以前跟赵兵讲的 我说这期间我认识了上帝 我知道上帝是真实的 他能够帮助我 虽然我没有经历他 可是我知道我相信了 然后呢 我就来到这边 我真的跟上帝讲过 我说有 我来到这边 因为我还是要从头开始 我还是什么也不会 以前做按摩 可是这边 做一个硬核的一个职业 我都不会 可是这个期间 我在大陆呢 也是上帝的安排吧 我就是在 在中国读书 就读了三年的英语 全天去读书 这个时候我语言就已经不怕了 然后来美国以后呢 我就继续找别的工作 那我就是 心里面还常常回到 按摩那里边去 打开报纸走广告的时候 眼睛就会飘到 按摩那里边去 心里就是 还是有征战 想要去那个行业 可是当我想到 神真实的时候 我就还是在神的面前 跟神讲 神要帮助我 我即使带孩子逃犯 我也不会回到 那个行业里边去 就这样靠着这个 上帝的能力 把我一点点带出来 后来我自己去指甲店 去了这个指甲行业 然后自己做到大工 就是经历很多波折 就是考了很多的执照 什么美容执照 指甲执照做了很多 正准备自己想开店的时候 突然之间 我自己就生病了 在09年的时候 那就是长话 等时候 我自己的颈椎就有问题 然后 就是我的颈椎 我颈椎是 那个有一个骨头 就是已经出来了 有那个樱桃 那么大的骨头 那么大个骨头 就是从冒出来 就是在 后面都能摸得到的 那个时候自己身体 身体状况就非常的不好 就是整天头晕 脑脏 然后眼珠 好像都不能够自由运转 什么东西也记不住 就是 然后这个胳膊也麻 然后腿也麻 就是感觉到是 压迫到哪个神经了 然后我去医院看的时候 那个医生就跟我讲 我是颈椎的 很严重的那个 那个变形 他说必须要做手术 那我问他 这个做手术的结果 他说可能会 那个导致瘫 那我一听 我就不敢做了 后来呢 有朋友介绍我 就是说 去那个唐银街 有按摩的 你去那边 那个正骨 有个正骨的地方 你去那边 去正骨 可能会 会能够治好 因为他说 有人治好了 那我就去唐银街 那边去做正骨 找到那个 应该叫理疗中心 然后去那边 做正骨的时候 他就帮我做了 就是整个骨头 就是把我能够 全部排 就是做正确的 那个位置 我当时就好了 就身体状况 就完全好了 那我以为 这会真的好了 可是过了几天以后 那个症状又出来了 就像那个脱臼一样 他那骨头又出来了 对又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 就这样反反复复的 我又去他那边 又去做 做了以后 又出来脱臼 后来他又说 我的腰椎有问题 然后又帮我做 腰骨的这个矫正 就整个一个身体 这个骨头 全被他冻过了 然后呢 这个在一个月之内 我就做了五次 当第五次做完的时候 我自己是 基本上是拖着脖子出来的 因为那天 他在帮我做的时候啊 就是在这之前 有一个人要把我按摩 放松肌肉 当按摩的时候呢 那个人就按我的颈椎 可能用力过猛 他一下就把我的脖子 按断了 哎呦 当时倒没有什么感觉 我就听到骨头 那个断的声音 然后呢 那个 就是那个 做那个正骨的人呢 他就很害怕 他就把我的骨头 就一轻轻一抬 就抬到那个位置上去了 那我就知道 我没有办法了 因为我的脖子不能抬起来了 我脖子是低下去的 然后呢 后来就是他那边 有一个那个护脖子的 那个套 就把我套上 拖住这个脖子 我打车回家了 然后回家以后 第三天 第二天吧 我整个一个人就 就基本就瘫痪了 对啊 然后就开始急救 这么样的哈 就是反反复复的急救 后来呢 就就不行了 就是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就是吃饭呢 刷牙洗脸什么都动不了 我就知道我不行了 病是当时我知道我要死了 心里清楚知道要死了 我非常担心的就是 我自己 我不知道有没有得救 我是这方面 因为我是信主了 可是我自己不知道 有没有得救 所以我就很难过哈 我就跟神求 你帮助我 圣经我也读 可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后来真的是感谢神哈 有一个人就住在我家里边 那个啊 听那边一个小房间里边 他是一个主内的弟兄 他就跟我讲 看到我这种情况 他就说 你为什么不求上帝呢 上帝能够医治你啊 我说我不知道 上帝能够医治我呀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那你要啊 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神的面前 应对悔改 哎呀 我说我信主十年了 我从来没有应过罪 我不知道要应罪啊 然后他就带我 做了一个简单的应罪祷告 就求上帝赦免我一切的罪 然后他说 你自己去跟神讲你的罪吧 然后上帝会 呃 处理你这些事情 当他跟我讲了 这些应罪祷告 我自己回去 就是我自己在一开始 祷告的时候 我才知道我自己 是得罪上帝了 我以前不知道 我以前我知道 我只是觉得 我做错什么事情 跟我最亲的人 我一定是得罪我的丈夫了 得罪我的父母 我的儿女 我的亲人 我都没有想过 我自己的事情 可是当他说 你是得罪上帝的时候 我才想到 我和上帝的关系 有那么近吗 我怎么会得罪他呢 哦 然后我当他向我 结识的时候 说我和上帝之间的 关系的时候 说我本来是上帝的孩子 只是我是迷失了 那我听过他这么讲 结识以后 我才知道 我是得罪了 我的上帝 那我在上帝面前 就这样应罪 祷告 哎呀 我当时的那个罪 就是那个太多了 我都想不起来 就是没有办法 形容那个罪 就像一个垃圾桶 往上冒垃圾 那个感觉 哎呀 不停的往上冒这些罪 要自己犯我的罪 然后后来呢 就是说 我就是 在神的面前 主要应罪的 就是我自己 犯了隐乱的这个罪 当这个罪 我跟神讲了以后呢 我心里面就像一个死透被挪走一样 就特别的轻松 在你这个 信基督的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 因为你很早就已经 你一到美国来 你就等于是基督徒了 对对对 因为这个因缘际会 有人代言你 可是你从来 并没有敞开你的心 把你走过的这一段过程 尤其是那一段 你在按摩院工作 你都不曾跟上帝坦白过 没有 从来不坦白 从来没过 是 我不知道 还是没那个力量 我不是 我不懂 我只是想跟我丈夫讲 因为我只是觉得 对不起 我是跟他讲 却得不到他的原谅 并且得到的是一个 最后是 这个 这个是 离婚的 对 他不能接受 不能够接受 这个 没有办法 因为他不懂 他也没办法理解我 也没有办法了 他也没想到 你是为这个家庭而牺牲 怎么说 就是为什么牺牲 都是我做错了 然后我知道是 上帝跟我关系这么近的时候 我才知道我要依靠上帝 这样的时候 我在神的面前开始祷告 也求神来医治我 很奇妙 上帝真的就临到我 医治了我的脖子 就是说 非常奇妙的 很大的能力 就是进到我的脖子里边 我的颈椎就这样 完全得医治 不管我的颈椎 我的心脏病 我的悬晕症 就是很多很多的疾病 基本上完全得了医治 但是不是立刻的 是经过了几年时间 慢慢的医治 是医治我 身体上的医治 我觉得其实 当然是很重要的了 对我最大的得到医治 是我心灵的医治 彻底的 彻底的医治 对我很害怕 怕家里人知道 怕丈夫知道 怕亲戚朋友知道 我就考虑我的面子 没有办法活下去 当我上帝这样临到我 让我知道 神是这样 有能力的神的时候 我已经不太惧怕了 我自己回到中国去 在教会里边 几千人的教会 我去做见证 把这事情讲出来 当讲这个事情之前 我跟家里边有很多的 就是怎么说呢 我也有很多的征战 因为我怕 我母亲不能够理解 我的弟弟妹妹们 真的家里面很多的征战 我的好几个妹妹都不让我讲 哭着就不让我讲 太丢人了 干嘛要讲那样事情 我丢人没关系 可是就给他们丢人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也是很大的一个征战 可是当时我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可以不应我这个姐姐 但是我不能够为神不做这个见证 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 上帝救了我 从这个肉体的痛苦 一直到我心灵的痛苦 我完全得释放这神的工作 我要跟世人讲 我希望世人能够明白 上帝是我们唯一的拯救 所以我要必须要去讲 那这样呢 我家里人都同意了 后来我就在大陆做了这样的见证 我也有那个那个DVD那个盘 然后都已经做过 照片看过 还有就是说 我我本来 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个 就是隐藏了 我以为就是说 我在大陆做完了 回来就不要做了 因为这边我因此多呀 我又还是考虑自己的面子 可是没想到回来以后呢 上帝还是让我在 在纽约这个地方做 一直在做见证 在教会里边 还包括就是各个教会去 去讲那个见证之类的 神还是让我做 包括今天来做到这里边 我知道神是要救一些人 救那些就是寻求他的人 包括就是在按摩院里边的人 这是我心里边的一个负担 我在那个按摩院里 生活了那么长时间 接触到那么多人 那些事情基本上都在我心里 我是知道的 我看到他们的痛苦 他们的无奈 也看到他们想在生活当中 寻求一个 就是说 说是精神支柱也好 是需要一个力量来撑着他们 可是人们没有 他们需要的 他们以为就是说得到钱 我就可以得到一切了 可是我看到这些姐妹们 并没有得到幸福 而是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痛苦 所以我就是说 真的希望这些 现在这个按摩里面呢 或者是淫乱场所里面呢 无论是弟兄 那个男人或者女人 一定要靠着上帝 才能够得到解救 能够拯救出来 因为上帝知道这一切 还有我要说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的犯了这个罪 可能我的亲人不会去追究 我的丈夫不会追究了 可是上帝会追究的 所以说 当我在神的面前 厌罪悔改以后 才得到释放 否则 否则我的心里面 一直是在这恐惧的 尤其我没有恐惧 因为神原谅了我 我的家人也原谅了我 虽然我的丈夫 还不能够完全接纳 但是呢 我相信神会有能力来动工 在他的生命当中 也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相信就是说 有照 就很 应该是很快的吧 你现在还希望 他能够再重新接纳了 然后再重整一个家庭吗 这是我最大的希望了 我当然希望了 我希望我的丈夫 能够重新回到我的身边 并且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 我呢 真的是按照 希望自己是按照神的要求来 就是来 跟我丈夫重新来 祝贺这个家庭 我已经跟他谈过好多次了 谈过很多次 并且也求他赦免我 原谅我很多的罪 他现在原谅你了吗 其实我觉得他已经原谅了 只是可能他需要一段时间来 慢慢的来 孩子对你呢 孩子 我刚开始跟孩子讲的 就是我最不好意思的 这是真的 又做母亲的 做成这样的一个母亲 我还不好意思跟我女儿讲 可是我没有办法 神给我力量 让我必须得讲 让孩子们知道 你母亲到底曾经做过什么 好让孩子也知道 母亲由今的改变 所以我跟孩子讲了 讲的时候 我两个女儿都是痛苦 真的是痛苦 不过他们都原谅我 也接纳我 都长大了 都长大了 也抱怨我 然后我很感谢神 我的女儿都是信主的 他们在主的里面都能够接纳我的 包括赵斌桌的这个 救赎的这个 这个东西 所以我小女儿还帮助了英文的那个修改 然后 很感谢神 就是我家里边 我最没法面对的 其实是我的两个孩子 真的 还有我的母亲 他们都接纳我了 这个有一个小情节 就是在这个片子没有 赵斌 我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现在是早上时间9点55分 我想我们的这个访问 必须要到这 先暂时告一个段落了 但是呢 我想我们再买一个伏笔 好不好 我希望能够请你跟卢燕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明天在这个同一个时间请听众 我们再听听 接着下来的一个故事 因为我们很想知道 在经过卢燕对上帝的坦白之后 上帝重新接纳了他 而接着下来 他如何一步一步的走出了 他在美国的移民生活 而且不断的在他自己目前的生活当中 寻找一个新的力量 除了神的力量之外 我想还有知识的力量 生活的力量 让他在美国重新开始 他们的这一家人的生活 好吗 好 我们明天见 好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